很微妙 全场就两个黑板和能量最低 因为你在看我 我在看你 你不打我 我不打你 不过我看到这边 终于有出力了 Carpy是 估计是两枪打中C5时 是不过 时间上面还是被缓了一波 而且Snelo抓到了Saya Player表现非常的好 有优势Carpy其实走到前面来拘人了 还在持续的交战 天使女武神已经开起来了 不过Malaton这边联收两人之后 还在往前进行压迫 Snelo这边血线不是特别健康 直接被收掉 那这个A段应该是 没了 还不好说 这边感觉要翻场 又被狙了一个Carpy这个几枪 真的是给队伍很多的喘息弓箭 这样子的话就应该 看见T尾能不能摸点 T能摸点就应该还能续 手中Fraggie是有大招 Poco也有大招 我觉得这不续的话有点可惜 Fraggie关键是把这边的珠笔先收掉 是的 而且核爆压在点上 Fraggie要没闲 要开启原始暴怒 没有开 圣道士先敲恶出去 是的 应该是要保护Neptuno 然后把Fraggie再次的拉起来 所以他这边也是不敢去硬钢 这个黑白盒啊 也贴起来了 那赶紧走 时间是十秒 一枪头 还跳过来 抬一下行 都拉在左侧 这个时候Snilo应该会过去骚扰一下 站位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这里裂空有点危险 女武神开起来了 要前压 往点里走 现在看到Poco血线 不是特别健康 直接被收掉 不过3A player 卡佩已经脱节了一段时间 没有给到伤害 倒是点上的人 Snilo一起跟脉冲炸弹机 杀掉猪配 而且Snilo又再次的被Fraggie给电死了 点点就踢着踩不住了 雖然有个机甲 但是不好活啊 Fraggie这边也没有球 来了 对 现在这个局面 血量奶不起来 没有办法强势的蓄点 是的 卡佩再次锯掉两人 又两个 虽然这边Snilo player 回声是收掉了卡佩 不过自己也死了 来了 你看迪马锤是在卡佩周围 往哪里举举阵 对 而且现在这样的局面 其实狂犯队稍微有点 扳平不回来了 至少在地形优势上面 已经完全的落后 谁来处理卡佩这个点位 你的裂空被发现了 而且Snilo player 这个黑白盒也是完全被压制住 Snilo一个人就压住 大概两个人有了 所有人全部暴团 在两百五血包房这里面 然后裂空是卡二多点 这一边Fraggie直接箭 14.5个 这个其实有点太被动 没了 对 这温斯顿这样的伤害 实在是太爆表了 是的 这就很难了 基本上已经没了 对 剩下天使 露霸 但是露霸的节奏有点太慢 就算这时候可以击杀一个Poco 也没办法 你把这个想象成花村上面 就是一个样子 是的 这是必须得踩住的一个点位 对 Poco 技巧掉了 但是这个地方已经有荷包了 压得非常快 而且还炸了SeaWish SeaWish是在哪边被炸死的 这个就真的有很有问题 诶 战术木槿这样子就开出来了吗 对 这边交出来之后 但是也是被远处的Boombox 给解决掉 目前弗瑞打狂团队整体上面 这个进攻的节奏 非常非常的诡异 是的 不太正常 进攻方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想要用对位的方式就是比较难的 因为主动拳比较容易掌握在防守防守中 那这一波是直接果断的往前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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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elo 非常有耐心啊 但是很可惜 这个 这几个 这几个跟枪还是打得有点水 诶 不过Twink这边是有码刀的 下一波 还是打掉Logix 对 因为现在就是 有一个问题 诶 拔了这个时候 人数已经这么少了 不过B掉剩的话只能说是一个55开 这个荷包还有的 双T的大招都给了 现在没有任何大招可以使用 看一下Neptuno有没有办法补出一个女武神 而且Karpet在反场状况下 最好快点做到击杀 有女武神了 把雪人抬起来 哎呦 没有抬到 Malton这边是应该头上挨了一枪 可以 Logix也反场了 两边对点点的压制 做的都非常不错 一枪收掉Poco的小弟 哇 现在还有机会 有没有办法再杀一个 哇 漂亮这几波 Logix这几枪非常非常的精锐 是的 这个天使也是残血可以收掉 做一波突起吧 五打六也没关系 阻止这台车子的推进 是的 空头丢出来之后 没有什么收益 不过后续的一个找人 还转得非常主动 有两边女武神都交出来了 做一波的激活 黏到了温斯顿 而且在这边做手势的动作 Malton这边机甲也掉了 拆掉机甲之后 这边是Nelo一个人 是翻平了这个局面 是的 到这个位置的话 有看到T-MIC吗 没有看到刀马上拔起来 但是 还是被抓到 哇 剩又有啦 剩又有啦 哇 这里看到前端是一个 大猎势 只剩下一个残牙塔跟一个Diva 而且都没有办法活下来 自己的后排也被对面 给屠戮收进 没啦 对 车子是要被挡在第二段了 是的 因为现在 莫伊拉拿出来的目的就只有两个 先看一下这一波 主动跳过去 逼出来 但是Nelo拉进点里面 血线不是特别健康 对 现在这个局面 会变得比较混乱一些 这也是狂犯队的选择打法 怎么突然掉两个 已经狙两个了 然后KB在这边再打一个 这就是他们这个阵容 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联动性 就有一点 对 佛里达这边TWICK是换出来了黑银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能理解他们现在拿什么了 一个标准呢 短暖枪黑银体系 对 不过 KB这边是率先击杀掉的TWICK 现在这个节奏不太对劲 佛里达官员队没有把握住 他们这个阵容应该要有的一个打法 最关键还是尽量可以黑BOOMBOX就黑BOOMBOX吧 他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鸟掉之后再做一波打击 这边其实黑是黑到了 但是集火没有做到 是 那这一波聚能射线给先给出来 但是还没有拿到任何的击杀 是的 废城融合队这边撤退的相当的及时的 等待你的聚能射线结束之后 再往前 416个半冲炸弹 没有黏到人 黏到盾上面了 KRP已掉 Fraggie也掉 两元情况之下 直接往后撤 KRP这边的黑白盒 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面 没有起到太多的一个作用 又是一个先手的核爆 抓准Fraggie刚交完 他的位移技能 是的 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直接卡了两条线 看一下前面又是绕过来 又是这个位置 再次找到 再次一样 看到了 没有先去黑 那 可能是一个浮笔 那其实也还好吧 现在是人面互换 是有秒数 但是后续 你看到这个原始暴毒的利用值也不高 是的 其实算是向那边浪费了一个 Winstone的打招 然后Tvick又死掉 现在 是费城融合队 一个很好进攻的时机 炸掉了猪沛 河暴也炸掉了Sea Wush Sea Wush这边是不是晕了一下 不太妙 这仿佛是没有机会了 没有联动好吧 我觉得就直接 我觉得就直接 算是没有联动好吧 其实更好了 我觉得就直接 先是 EMP看一下这波效果怎么样 还有得手 是的 Poco 机甲能不能拆 在拆点 短时间内没有做集火的机会 毕竟猎空已经死了 一张也交出来 这个核爆 没炸到人 没炸到人 但是现在人数上面 还有的大 不过Steelo这一个外冲炸弹 价值连城 拆掉机甲 而且还把旁边的人炸残血量 是的 测试到了 还是最大的重点 很可惜 在后面已经看到整体 现在这个版本黑影的一个打法应用了